你知道中国任期最短的皇帝是谁? 曾经以为83天任期的袁世凯已经够短,想不到有更难科一梦的。 这位皇帝就是大金国最后的王国之君,金末帝完颜成林。 完颜成林出生于王公贵族,到了金埃宗这一带,成为了国家战功赫赫的将军首领。 要说古代的帝王,论哪个都不愿意当王国之君的,但金国此时的境遇十分难堪。 金埃宗在位的时候,国家两边都面临着无休止的战争,处于南宋和蒙古两方大敌的,双方夹击之中。 而皇帝金埃宗也忙得手忙脚乱,但金朝此时的国力,早已抵不过这两支大军的攻击了,所以只能在王城中干驻籍。 就在蒙古大军快要打到都城的时候,城中文武百官很多都为保命而逃走,只有完颜成林和部分军力,守护着金埃宗,随后他们从汴梁一路逃到归德,最后又逃到蔡州,而此时的金埃宗不想自己成为王国君主,更不想成为国家的罪人。 这样无言面对列祖列宗,于是就想把皇位传给完颜成林,但成林却拒绝了他的要求,最后金埃宗就动之以情,小之以理。 他对成林说,我太胖了,身体也不好,若敌军打过来,我根本没有逃亡的可能性,我一旦死了,整个国家就亡了,而你不一样,你应用善战,身体强健,还能从敌军再逃出去搬救兵。 我们的国家还有生存的希望,还颜成林是一个以国为重的将军,他对金国的感情一点也不比金埃宗弱。 这样一番说辞下,还颜成林答应了金埃宗继承皇位,可他早已明白坐上这个位置之后,等待他的是什么? 公元1234年2月9日上午9时,还颜成林登基称帝是位金末帝。 传位大典开始不久,接近正午的时候,即街道战报说蒙宋联军已攻进城内,哀宗仓皇逃往幽兰宣后,自一而死。 而刚即位的末帝完颜成林,即绿军出门迎敌,为不敌蒙宋联军,遂退守自成。 随后这位当了仅一顿饭时间的皇帝,完颜成林也被乱军所杀,堪称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。 没有之一。